原傳播檢查 它可以看出它在回音性 幫助我們去判別說這個結結 比較可能是惡性還是娘性的 那其實是有些人會比較大的 我們大概會做一些電腦斷層 判斷說它壓迫器官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有些就是可能 一部會做一些核子力學掃描 看它到底有沒有可能 一些惡性或娘性的一些血液這樣子 那其實抽血上面來講的話 大部分甲狀腺結結對甲狀腺的功能 不太會有影響 那有些文獻統計是說 惡性的話 這種他們是抗進的話 如果是甲狀腺性的抗進 它惡性的機率相對會比較低一點 那我們最準確的還是做一個細針穿刺 抽取它的細胞學檢查 那我們所有的甲狀腺結結都需要細針穿刺嗎 大家有講過說 基本上我們最厲害的還是超一波的檢查 好